主席 行政院蘇院長跟各位官員 以及在場的各位同仁 大家早 從 4 月 1 號開始 政府成功地宣傳了 Taiwan Can Help 外交部在昨天宣布 啟動第二波國際抗議的人道援助行動 昨天陳時中部長也表示 我們還是要爭取參加 WHA 台灣會憑實力去 而 3 月 26 號 美國的川普總統正式簽署的台北法案 他在第 4 條中這麼說著 美方應在適當的情況下 支持台灣成為所有不以主權國家 大家作為參與資格的國際組織會員 並在其他的適當組織中取得觀察員的身份 姑且不論這份善意最後能帶給台灣什麼 本席很能夠體會台灣在國際參與上的困境 以及如何透過參與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本席過去曾經在聯合國的犯罪防治大會 人權大會 婦女地位會議 聯合國大學以專家身份發表專題演講 也被美國政府推薦給新加坡和日本 作為他們兩國改善人口販運問題的諮詢顧問 2015年6月 本席還到日聯瓦參加國際勞工組織年會 當時聯合國已經對台灣參與他們旗下的活動 緊縮得很厲害 但是我們幾個NGO還是在瑞士記者俱樂部開了研討會 還做了線上的直播 那次我們不但見了ILO國際勞工組織的官員 還和國際移民組織的執行長 與核心幹部充分溝通 昨天蔡英文總統說 台灣從來沒有因為無法參加國際組織 就減少對國際的支持 台灣的軟實力 多年來透過NGO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人道醫療救援 環保甚至是犯罪防治都受到國際的肯定 本席呼籲 當前萬不能自買於捐口罩 捐醫療物資 政府應該同時借重NGO的力量 共同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加強證明台灣Can Help 處理 謝謝 謝謝議委員 接下來請陳玉珍委員發言 謝謝